奉读经文 启示录三章十四至二十二节 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 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 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 我劝你向我买火链的金子叫你富足 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 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 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 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 看哪 我站在门外扣门 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 我要进到他那里去 我与他 他与我一同作息 得胜的 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 就如我得了胜 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 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 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阿们 接下来是以马内里长时班的线师 和尼西管弦乐团的演奏 今天是主任牧师 启示录讲解28讲 老底下教会第二讲 亲爱的圣徒们 全世界及全国支教会的圣徒们 支撑店的圣徒们 全世界通过网络通餐礼拜的所有圣徒 各位基西安电视观众 有句俗话叫 青蛙忘了自己是蝌蚪的时候 欲止苦境已去 好景来 不再纪念昔日苦 甚至忘却别人恩 这句话是对于忘记恩典 或不记得以前困难的时期 而滥用现在的力量和权势的情况等 广泛使用的俗语 在信仰里面也有类似的现象 经过恳切祈求 蒙神恩典与赐福 解脱各种难处和困境的人 后来没有过好向生活而远离神 迷恋世俗 亦属同列 十个患大麻疯的人 当时被众人冷落而受了许多痛苦 但是他们得见主 大麻疯得到医治之后 九个人离开了 只有一个人将荣耀归给了神 因此我们的主只对那一个人说 你的信救了你 我在与他人交谈的时候 听过这样的话 来到外面教会疾病得医的人 如果都不离开 至今还在的话 那圣徒人数一定不尽其数 我们可能早已搬迁到更大的圣殿了 在得医治之前 恳切哀求说 只要疾病得医 就会过好向生活 但是真得到医治之后 他们很快便离开了教会 很多灵魂得医治之后 没有几个月就离开了 他们在得医治之前苦苦哀求 甚至保证只要疾病得医 就会努力传到为神尽忠 但是疾病得医之后 他们随即背弃神恩 远离神与世俗为友 也许有人会疑惑 神为什么赐他祝福呢 难道不知道那些人会离开吗 当然神知晓一切 所以神因着慈爱 愿意先赐我们灵魂心 兴盛的恩典 后赐凡事兴盛的福分 那才是真正的祝福 但是灵界也有公义的法则 只要遵照这法则而行 就会得到相应的拥允 当然即使还没到灵魂兴盛的地步 只要按自己信心的程度 尽心竭力 栽种并祈求 神必按公义报答他 不仅赐灵魂兴盛的祝福 同时也照他因信所重所行的 赐他相应的收成 如果对所有的人施行灵魂兴盛 才得凡事兴盛的原则 那么能有几个人 配蒙神的英语和祝福呢 因此神在公义的法则中 按照个人信心的大小 赐予相应的应允和祝福 关键是蒙了应允和赐福后 持定怎样的信仰状态 按照活出怎样的信仰 或使所蒙的福分 升华为更完美的果实 或把所蒙的福分丧失殆尽 也就是说 根据各自选择什么样的信仰道路 会出现完全不同的结果 若是继续走灵魂兴盛的祝福之路 就会在神的保守中 得到更大的祝福 相反 若是重新向往世界 就会陷入比以前更不好的状态 因此从神那里得到祝福后的行为 才是重要的 如何使用所得到的祝福也是重要的 但是有时在教会中 也有错误地使用神所赐的祝福 不论哪一个教会 只要因勤祷告 为神国效忠 神必赐福 使教会发展兴旺 资财丰盛 圣徒蒙福 这样一来 教会和圣徒在世上 也有拥有财富 名誉和权盛的情况 很多富有的 有权势的圣徒聚集在一个教会的话 就会成为世人熟知的教会 但是问题是当教会获得财富 名誉和权势的时候 因这些而与世界妥协 教会不该求得财富 名誉和权势 也不能贪图拥有它 但即使拥有了这些 也应该只为神的国和灵魂所使用 应当更加谦卑地服侍周围的人 成为世上的光和颜 专为神的荣耀而努力 但是当某些教会在获得财富 名誉和权势时 为了获得更多的东西 往往会与世界妥协 对如何多救一个灵魂 怎样兴旺神的国莫不关心 而是关注如何得到世上的认可 如何才能拥有力量和权势 并为此妥协世俗风潮 复合名流权贵 当然这不是说 要对那些有名有识的人 采取排斥态度 以基督的爱去关爱他们 在主里面彼此相交 给他们栽植信心 助长灵命 使神的荣耀 借着他们显出来 这是一件加美的事 但问题是 有些教会不是出于 这种纯正的信仰动机 而是意在屈负权势 聚恋财富 求得虚名 甘心于世俗为有 今天主题经文中说 如温水不冷也不热 这句话语里 蕴含着主对这样的教会的责备之言 圣徒们 信仰如温水 这句话所蕴含的 既重要又根本的意义 就是指脚踏两只船的信仰 简单地说 脚踏两只船的信仰 是指会根据情况 随着自己的利益选择更好的方面 希望大家听今天的正道信息之后 警察自信 是不是这类人 不过神在圣经上明确地警告这样的信仰 约翰一书二章十五节记载 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 人若爱世界 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 许多人听过这些经文 分明知道 却不去顺从 直到因为爱世界 患了重病 或事业遇到困难的时候 才来悔改 不过那时已经为时已晚 因为很多时候 医院也表示无力回天 所剩十日不多 如果早一点悔改该多好 但大多数情况都不是那样 虽说有信心 却又爱世界 因此神的爱不在他里面 因而不能蒙神保守 路加福音十六章十三节记载 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 不是恶这个爱那个 就是重这个轻那个 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 在这里 马门不单单意味着物质 也象征这是世界和世界上的事 因此不能爱世界或世界上的事 同时又爱神 侍奉神 有的人认为脚踏两只船的像 生活是智慧的表现 但这绝不是智慧 而是愚昧 神对于拥有这般信仰的人说 要从口中把它吐出去 问题是拥有不冷不热 如温水般信仰的人 不能省察自己的信仰 也不能领悟自己的错误 为什么会那样呢 其原因就在十七节里面记载 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 一样都不缺 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 瞎眼赤身的 干脆领悟并承认自己的不足 在神面前哀求的话 还会得到悔改的机会 但是持有温水般信仰的人 认为自己富足 所以领悟不了自己的不足 因此说 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 一样都不缺 他们根本不为得到变化而努力 难道他们真如所说的那样 是一样都不缺的富足之人吗 即便在属肉方面一样都不缺 但在属灵方面 灵魂会时常感到困苦 得不到充满 也得不到属灵的力量 即使圣灵叹息经常敲打心门 但是因不祷告 所以不能与圣灵交通 连圣灵的叹息声也听不到 因此这样的人在灵里困苦 即使肉体上富足有余 如果长此以往 避至于丧失救恩的地步 于是主称他们是可怜的 主称他们是可怜的 是因为他们在灵里时贫穷的人 即使在这地上 属肉方面富足 但那终究会腐朽 是虚无的 因此即便在这地上 享受富足的生活 那也不是真正的富足 唯有把奖赏积攒在 不朽坏的天上的人 才是真正富足的人 在信仰上不冷不热的人 不愿忠心侍奉神 贪爱钱财利于栽种 没有积攒奖赏在天上 所以即使中德悔改 勉强得救进了天国 也没有什么可得的赏赐 所以从灵里看 他们是贫穷的 信仰上不冷不热的人 如瞎眼的人 不会懂得只有属灵之人 才知道的属灵世界 即他们是属灵的瞎子 他们听到也没有灵里的领悟 不懂灵里的奥秘 只顾眼前的现实 不晓得指望天上的尊荣 相反 开启灵眼看到属灵世界的人 或是开启了对属灵话语的灵眼 在灵里领悟话语的人 对来世有确切的盼望 所以绝对不会过不冷不热的 温水般的享生活 他们通过话语不断地发现自己的不足 脱去黑暗走向光明 并且他们为了在天上积攒奖赏 热心尽忠 做侍奉 尽心为神的国栽种 属灵的瞎子正如马太福音 六章二十二至二十三节记载 眼睛就是身上的灯 你的眼睛弱了亮 全身就光明 你的眼睛若昏花 全身就黑暗 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 那黑暗是何等大呢 属灵的瞎子不能发现自己的黑暗 所以依然住在黑暗中 因此他们无法穿上 圣徒当穿的公衣的衣裳 故称之为赤身的 因为没有穿上公衣的衣裳 衣裳指人的心 公衣的衣裳是指割力内心 心理成就意 再说一遍 再说一遍 衣裳指人的心 公衣的衣裳是指割力内心 心理成就意 信仰上不冷不热的人 不做心里的割力 不遵行神的话 心里满有罪恶 仍然行在黑暗里 从属灵的角度看 他们形同露出赤身的羞耻 真正的美丽 并不是人在表面上 穿着华丽的衣裳 在神看来 不做心里的割力 仍旧怀揣罪恶 都日的人 便是露出赤身的羞耻之人 所以希望大家 不要只在乎肉体外在的美 而要穿上能体现 心灵美的公衣的衣裳 在启示录十九章八节记载 就蒙恩德川光明洁白的细麻衣 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意 在《马太福音》二十二章十至十四节记载 那些仆人就出去到大陆上 凡遇见的不论善恶都召聚了来 沿袭上就坐满了客 王进来观看宾客 见那里有一个没有穿礼服的 就对他说 朋友 你到这里来 怎么不穿礼服呢 那人无言可达 于是王对使唤的人说 捆起他的手脚来 把他丢在外边的黑暗里 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 因为被罩的人多 选上的人少 在毫无黑暗的天国 人们将得穿 洁白的细麻衣 经上说 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意 凡尽天国的都是脱去属世的污秽的衣裳 得穿荣美的礼服 及公义衣裳的人 若想成为美丽的新妇 欢喜迎接新郎主耶稣 无要殷勤做成新妇装扮 穿上圣洁的礼服 为此应当从困苦可怜 贫穷瞎眼赤身的 不冷不弱的信仰状态中 速速回转 主队持有温水般信仰的人 在启示录三章十八节说 我劝你向我买火链的金子 叫你富足 又买白衣穿上 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 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 使你能看见 不要听了今天的正道 回家真的买眼又擦眼睛 如果按字面上的意思解释 这句经文就会产生误会 这句话不是叫我们买金子成为妇人 也不是说买白衣穿上 或者是买眼药擦眼睛的意思 这里金子 是金金般的信心 之所以将信心比作金子 是因为金子是被人重视的珍宝之一 而在信仰里面信心乃是宝中之宝 所以买火链的金子叫你富足 所指的意思是叫人造就不变的信心 有了信心才可以得救进天国 如马太福音9章29节记载 照你的信给你们成全 带着信心祈求的时候 凡在这地上所求的才能得到拥运 照你的信心成全 这多容易啊 但是还不能照信心成全 看到那么多的神迹奇事和全能 也不能照信心成全 只要照各位的信心成全 就会得到健康的祝福 物质的祝福 凡所求的都会得到 可为什么拿不出信心呢 谁说要按照你们的信心 给你们成全 只要拿出信心 就会得到健康的祝福 物质的祝福 可为什么做不到呢 问题是没有那样的信心 为什么没有那样的信心呢 我已经多次给大家说明了 只要谨守遵行神的道 并且隔离内心 离弃心中的恶与非真理 成就圣洁 成就神所愿的善与爱 信德与温柔 就会从上头得到 如罗马书12章里记载到 能相信的属灵的信心 属灵的信心 只能从神领受 我们通过听道 可以获得知识上的信心 但不能靠着它得到永远 拥有属灵的信心 才能按照信心得到成全 这信心可以靠着努力争取 只要造就神所愿的器皿 就可以得到 按照神所愿 割离内心 离弃各样的恶事 离弃非真理 成就圣洁 用爱与信德造就内心 效法主 恢复失去的神的形象 那么信心也会随之增大 根据信心成长的程度成全 到时候有什么不能成 有什么不能成的呢 单单在嘴上说 我信 并不是真实的信心 真实的信心与行为并行 不为情况和条件所左右 这样的信心 叫做属灵的信心 是不变的信心 经上将这信心比作金子或金金 拥有属灵信心的人 对神一切的言语尽信不疑 做出绝对的顺从 不为环境所左右 不是只相信在人的极限之内的 而是对超越人极限的 也相信到底 《列网记》上18章里 伊利亚先知 就是拥有这属灵信心的典范 神指示伊利亚说 他要降雨在地上 解除以色列持续三年半的旱灾 伊利亚先知 信靠这一约言 上了加密山顶 屈身在地 将脸伏在两膝之中 如此恳切地祷告 然后他让仆人去向海观看 看有没有下雨的征兆 但是仆人回答说 没有什么 天上没有一片乌云 已经三年半没有下雨了 伊利亚先知 再次向神祈求 又拆遣仆人去看 就这样两次 三次 四次 五次 直到第六次 仆人的回答都是一样 如果换作各位 处于这样的情况 大家该怎么做呢 神分明说 会降雨在地上 但是祷告了六次 也没有下雨的征兆 甚至连巴掌大的云都没有 但是伊利亚先知 在这样的情况下 又做了第七次祷告 让仆人再去观看 第七次仆人说 我看见有一小片云从海里上来 不过如人手那样大 上时间 天因风云黑暗 降下大雨 圣徒们 伊利亚先知 信靠神言到底 七是代表完全的数目 经七次祷告 蒙神成全 意味着 一信不便 横求到底 中蒙应允 纵使第七次恳求 仍无效宴 神人伊利亚 势必 仍平信 横切 恳求 直至蒙云显应 伊利亚对神 一次指示她的约言 横线到底 绝对顺从 这就是真正的信心 不是祷告几次后就放弃 或者是依靠世界 而是直到得到应允为止 横切祷告 所以经上说 在神面前祈求的 信是得着的 就必得着 意思是让我们 平信心 相信 祈求的 已经得到了应允 这样一来 就没有理由 中途灰心 放弃 我们要造就那样的 诚心与冲锁的信心 有了这样的信心 神必定会赐予应允 这就是信一次就信到底的 精进般的信心 属灵的信心 这种信心不是白得的 好比金金 经过火炼提成 信心通过熬炼的过程 才能造就 为金金般的信心 没有经历多重试炼和患难 平信得胜 做弃罪的功夫到留下的地步 为遵行神道 付出劳碌忍耐和节制的代价 才能拥有精金般的信心 在世上要想买昂贵的东西 就要支付相应的代价 这在灵灵也相仿 只有通过牺牲和忍耐 努力的过程 才能拥有精金般的信心 如同以利亚先知 直到得到英运为止 通过了忍耐的时间一样 当大家在偶恋中 以喜乐感恩的心 通过忍耐的时间时 信心才会逐渐成长 最终获得如金金一般的 完全的属灵的信心 接下来又说 又买白衣穿上 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 这里白衣 指圣徒圣洁的行为 圣洁的行为 又是由圣洁的心灵发出的 正如马太福音12章 34节后半节说 因为心里所充满的 口里就说出来 人的心灵决定人的言行 外表圣洁 内心却不洁的 假冒伪善的人 瞒不住 查看人肺腑心肠的神 其隐藏的恶 早晚要暴露无遗 穿上白衣 表示除去心中一切黑暗属性 用真理造就 洁白的心灵 也就是说 借着真道 将黑心改造为白心 这样就可以穿上公衣的衣裳 免去赤身露体的羞耻 今世的人们 不知自己是赤身露体的 形同受累 甚至不如受累 却不以为耻 罪无满心 行在黑暗中 却不知其罪在何处 失去神的形象 丧失人的本分 从属灵的角度看 这就是赤身的羞耻 我们不要成为 口称信神 却在黑暗中行 不知自己 赤身羞耻的愚昧人 这样的人 不能对照神的话语 发现自己的羞耻 所以是属灵的瞎子 主对这样的人说 买眼要擦你的眼睛 意思是说 要开启属灵的眼睛 大家凭着信心 遵照神言生活 就会逐渐听到 圣灵的声音 明白什么是真理 什么是罪恶 产生属灵的分辨力 这就是开启灵眼 并不是一定要打开灵眼 看到属灵世界 而是要知道 有那样打开灵眼的人 还有这样打开灵眼的人 并不是只有看到天使 才表示打开了灵眼 再说一遍 大家凭着信心 遵照神言生活 就会逐渐听到 圣灵的声音 明白什么是真理 什么是罪恶 产生属灵的分辨力 这就是开启灵眼 因此 开启灵眼也分两种 有的人即便有信心 也看不到异象 信心好的人 也有看不到 属灵世界的情况 难道 难道看到灵界的人 就都成圣了吗 不是的 之所以能看到灵界 是神所赐的恩典 并不是成为圣洁 才能打开灵眼 即便是成圣之人 也有看不到灵界的情况 没必要为此感到失望 打开灵眼有着两种含义 打开灵眼的时候 才能听到悟到 获得属天的盼望 而且借着道 发掘自己的缺陷 并用真理更新自己的心意 灵眼开启 除了开启灵眼 能看见属灵世界的含义之外 还有更重要的意义 那就是听到悟到 并按真理而行 获得更新心意的果效 开启灵眼 了解神的属性 明白神旨意的人 一定不与世俗为友 专心追求圣洁 他们借着真道 殷勤省察自己的暗昧之处 其力用真理更新自己的心意 他们住在光明中 与神的交通日渐加深 所蒙的爱也日趋加增 下一讲将说明 关于老底家教会的余下内容 并再次整理 主对七个教会所说的训诫 然后结束对七个教会的正道信息 亲爱的圣徒们 大部分人都有过 因着起初的爱心和 如火般圣灵的体验中 充满奔跑的时间 当然 现今也有以起初火热的爱心 在圣灵中 在圣灵充满中奔跑的人 但是也有人 为了恢复起初爱心的火热 为了得到圣灵的充满而尽心竭力 相反 也有一些人对自己是否失去了起初的爱心 是否失去了圣灵充满毫不关心 虽然 涉足教会 但对信仰生活不热心 也不想再牺牲自己 更不渴慕火热充满的想生活 这样的人 不愿领受任何使命 把担负使命 尽忠于使命 看成是吃亏 其实我们为神国尽忠是理所应当的 然而他们不愿领受使命 而且即使心里想做 却没有行为随着 这就是温水般的信仰状态 如果大家遭遇疾病或各种问题 希望大家对这话语 查验一下自己 是不是过着温水般的想生活 过着温水般想生活的人 会遇到疾病灾殃等各种各样的事情 虽然现在健康 但遭遇问题是一瞬间的事情 一瞬间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 因为没能得神保守 尽管我在谈上经常讲 但是有的人还是当耳旁风 不听的人到时候一定会后悔 有好几个圣徒过来向我坦白说 自己的信仰生活不冷不热 没有遵照神道而活 没有圣守主日等等 并且向我保证 只要疾病得医 从此一定会充满的向前奔跑 为神国尽忠 不论我在谈上说多少遍 都当耳旁风 从来不记在心里 轻忽神言 后来得了重病 得了各种疾病 医院也无法救治 又因为自己信心不足 无法靠着得医治 最终无计可施才来到我面前 我感到很难过 听到的时候 如果凭信心领受 并铭记在心 悔改过错 认真过向生活的话 也不至于如此 实在是太可惜了 希望大家对着话语 正确地检查自己 是不是温水般的信仰 不要做后悔的事 如果做了 一定会后悔的 为什么 因为神的话语精准无误 按照公义 准确无误地进行审判 为什么失去起初的爱心呢 人与人之间也是如此 一旦失去了起初的爱心 就会导致悲剧发生 明明是因为相爱而结婚 明明是因为相爱而结婚 为什么后来又离婚呢 何况是与万君之一 后华神之间的爱 为什么要单方面 弃掉起初之爱呢 既然得到万君之一 后华神 创造主神的爱 怎能弃掉之爱呢 这说得通吗 得到起初的爱心 从那时起爱心就应当升华 升华对付神的爱 如同真言八章里记载 爱我的我也爱他 恳切寻求我的必寻得见 对神的爱这一家身 超越起初之爱这样一来 还能得到神更大的爱 可以时常寻求得见神 这是多好的事啊 这世上的金子银子都是神的 自然而然 也都会成为我的 到时候名誉权势 有什么得不到的呢 而且蒙神保守 时常身体健康 不会遭遇灾殃 蒙神赐福 凡事所求 都蒙神永远 这多好啊 成就圣洁 因心里没有恶 一定会充满喜乐 感谢平安和幸福 不论断定罪 也不会与任何人发生摩擦 不发血气 这多幸福啊 若是温水般的信仰 希望能立刻悔改归正 失去起初的爱心 失去起初所行的 失去圣灵充满 都是不可以的 然而比起这些 更严重的问题是 失去这些之后 也不想恢复与努力的 不冷不热的信仰状态 造成温水般信仰的 毒素是爱世界 因为不愿意断绝世界 所以才过不冷不热的 像生活 其实明明知道 不应该那样做 因为经常听到 但是 遵行神的道 就必须离弃爱世界的心 因为不愿意离弃 所以不想反省 依然保持不冷不热的信仰 希望大家铭记 有天国和地狱 也有审判的事实 如果继续虚度每一天 不知何时会陷入 撒旦所设下的圈套 神不保守 谁也不知道 何时会发生什么事 无人预知明天的事情 希望大家 成为能预知明天之事的人 只要大家爱神 住在真理里面 神道里面光明中 就可以知道明天的事 为什么 因为父神会看过保守我们 这一点我们都是知道的 因此希望各位 能一如既往地 珍藏因神的恩典 而充满喜悦感恩和感动的瞬间 如果忘记了那些瞬间 希望大家能迅速回想起来 我们绝不能在神面前 成为不冷不热的信仰 应当要成为日益火热的信仰 更加爱神和忠诚的信仰 应该成为这样的信仰 直到主再来接我们的那日 希望大家一直保持火热的信仰 从而成为 德蒙神的爱和保障的圣徒 奉主的名祝愿大家 思考所听到的话语 一同做祷告 通过影像 接受主任牧师 为患者做的祷告 有疾病的人 请把手放在疼痛之处 或软弱之处接受祷告 没有疾病的人 请把手放在胸前 为心愿平信接受祷告 哈利路亚全能慈爱的父神 此刻求您亲自按守在 所有接受祷告的圣徒们身上 超越时空 足弓在机仙电视观众之上 通过英特网和屏幕 接受祷告的 至交会之声殿 以及全世界的 神儿女们之上 赐予他们 从心里相信的信心 驱走他们一切 否定的意念和疑惑的事例 并驱走一切试探和患难 求父用圣灵的火 原本的光焚烧并医治 他们从头到脚 五脏六腑 每根骨节 全身 神经组织细胞等一切疾病 奉耶稣基督的名 斥责仇敌魔鬼撒旦 以及疾病病菌软弱都退去 光啊 尽住吧 求父用圣灵的火 将所有绝症 完整焚烧净进 击退瘧疾 以及所有风土病 接退感冒 咳嗽 发烧 全身酸痛 流肝等各种流行性疾病 任何流行性疾病 病均不能进入求父保守 求父使胃癌 肺癌 乳腺癌 子宫癌 大肠癌 皮肤癌等各种癌症 以及艾滋病 白血病 脑溢血 高血压 低血压 心脏病 肺病 胃病 糖尿病 妇科病 皮肤病 甲状腺疾病 以及所有炎症也得到痊愈 也求腹食 血儿 麻痹 中风 关节炎 腰椎 肩盘 突出症 也得以健全 腰痛 头痛 神经痛 在内的一切疼痛都消失 癫痫 自闭症 抑郁症 躁郁症 精神衰弱等 一切精神疾病也都退去 我吩咐麻痹 瘫痪的得以释放 瘫子要起来行走 跳跃 模糊的实力要看得清楚 听不清的耳朵要听得清楚 瞎子要看见 笼子要听见 哑巴要开口说话 使各种事故后遗症得以洁净 骨折得到愈合 烧伤 烫伤 得以痊愈 火都都退去 热气也退去 父啊 求做工不留下一点疤痕 毒品以及各种药物 剧毒物中毒也得以洁净 以此的神经细胞复苏 此人也复生 求父给不能怀胎的 赐予怀胎的祝福 得到怀胎的祝福吧 奉耶稣基督的名 命令仇敌魔鬼撒旦 空中掌权的重恶魔都退去 他的重识者也退去 这世上的邪灵污秽的灵 虚幻诡诈的灵 挑拨离间 迷惑的黑暗势力都退去 松开一切凶恶的神 黑暗退去吧 光啊 尽住吧 求父神赐予你儿女们 呼求祷告的能力 离其罪恶成就圣洁的能力 使他们灵魂兴盛 凡事兴盛 成就家庭福音化 祝福您儿女们 一周间从各种事故灾阳中 德蒙保守 度过亨通顺利的生活 用圣灵的火源 天平天使 煮火焰般的眼目 看顾保守 所有是儿女们的 家庭工作事业 将智慧和明哲 赐给学生们 赐给他们学习的热心和兴趣 保守他们的心思意念 不被世界所夺走 祝福他们成为火热爱神的学生 祝福您的儿女们 或吃或喝 无论做什么 都为荣耀您的名而行 从而度过蒙福的人生 使他们都能见证 我遇见了神 体验了神 得到了应允 得到了祝福 父神感谢您 将荣耀贵给您 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 祈求 阿们